镜头前嚣张说话的 是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娘 而她要驱逐的大娘不是别人 正是该烧烤店的前员工 据了解争执原因和不发工资有关 看这烧烤店的规模 不像是拿不出5000块的样子 更像是故意刁难大娘 原本说好的月底结算工资 应是拖了快三个月 如今更是改口不一定会发工资 事后大娘收集好证据 果断申请劳动仲裁 难怪老板娘敢如此嚣张了 原来早就算到大娘过了法定退休年纪 这可把大娘欺负惨了 只好找来媒体曝光 希望能通过网络力量帮助讨薪 镜头前老板娘不慌不忙 说出不发工资的真相 根据老板娘的描述 不发工资是因为大娘偷带徒弟 而且用的材料全是店里的 对此大娘解释道 朋友的侄子马上就要开张 特意过来看几眼学习经验 并没有浪费店内任何食材 也没有耽误日常的工作 一口咬定老板娘没事找事 故意找借口不发工资罢了 对此老板娘直接摊牌 我就是不想给工资 你能拿我怎么办 看来老板娘是铁了心不发工资 一副有本事去告我的态度 逼得大娘节节败退 媒体见对方态度 再调解下去也是浪费口舌 果断联系了律师进行询问 是与烧烤店之间的丢分的 建议采用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在诉讼的过程中 建议罗女士收集相关证据 来支持自己的诉求 至于店主说的 罗女士存在带人进来偷试学艺的这个问题 由于罗女士与店主之间也并没有存在保密协议 所以说店主不应该以这个理由来拒绝支付罗女士的报酬 建议大家在建立 无论是建立劳动关系 还是劳务关系的过程中 都要签立书面的劳动合同 有了律师这番话 大娘瞬间有了底气 决定走私法程序维权 对此不少网友认为 就算去法院也很难追悔工资 毕竟大娘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而且还没和店里签订劳动关系 最多算普通的民事雇佣关系 所以很难能告引 就算告引了 老板娘本身也没什么损失 只需不发工资就行 看完这个视频 大家如何看待烧烤店故意不发工资 如果你身边也有人遇到类似遭遇 会用哪种合理方式进行维权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观看